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创作的一些作品里面的内涵和故事 最震撼的是我们的大汉系列作品 我的创作创意就是根据我们的大汉文化 这个饮食文化的作品 给了我的新思路交开了这么一株大汉诗迹 寄不去叫收复诗迹 你看就是汉代的这些鲜明 想把失去的图籍夺回来 你看他们不可一世 我就是把仪式上的这些任务 通过我现在的交开手法把它表现出来 接而不去叫祈祷 我们把江山打下来了 我们要有梦想 我们要有思想要建立家园 那么我们就拜扶祈祷 祈祷什么呢 祈祷这个图腾 这个图腾呢 为啥子有什么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是呢 在我们路上出土的汉墓里面的一批汉砖里头出现的一个文石 这个文石看起来非常经济 简单 但是非常之精简 你看这是一根火庙 这一条鱼 老北形象的是什么呢 五股丰登 年监有余 祭山不去 我们有了梦想 我们就要建立家园 首先我们就要因水造浅 我就把这个出土 寒带的一根水槽 把它怎么展现出来呢 就展现我们的鲜明 你看来 两个人的泰水槽 后面一个人的法太不动 他太不动了 他也要想办法给他们争走嘛 那么他就用这个钢子 使劲的去搞 就把他给他抄嘛 我们说抄走 这个教授作品 当时感动了 四川美术学院的老院长 叶玉山老师 他不相信民间的这些 将人的做出这么好的教授作品 最后他说 这些是一件 难得的真正很质朴的艺术精品 因水造浅 我们已经开始了准备了 但是我们要建房 建房呢 我们就开始 我当时构思了的 然后来搞出这个建房 我就从我小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老人 亲戚啊 来山上 那个时候没有减动工具 没有现代的现代 谁比来 把这个木头盖出来建房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 时代的时候 那个泥码具 就是江国人的 那个泥码具来盖具 来把这个建立家园那种情分 辛苦 还有制作那种感觉通过的这种 夸张表现的这种形式 交开了一种 家园就是 就是监房的 即使不去 即无不去 就是 大汗之锅 就是丰收了 我们的老妈妈 打开窗户 小明明的看到儿女 来收回娘式的那种喜气 虽然我来教科 老妈妈的过程当中 没有用到几刀 但是把这种很 憨厚 很诚恳 那种很美好的 那种嚮往的那种效用 表现出来 老百姓嘛 又吃了就高兴 就是 集无不去 集无不去 就是用汗区来表现 大汗的智商 这个汗区是独山的繁民区 但是呢 我呢 最后 用人物来无法表现了 因为 2000多年的仪式 人不可能存在了 就用这个汗区 我住了一只乌鸦来上面 感觉到说 一个时期 心神衰落 已经过去了 2000多年 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精神 文化 艺术